I feel empty now beside you My whole life been searching just to find you This quarantine it hasn't got the right to Yeah but it's a fight Hello大家好我是豆豆 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就是我眼中的中国妆 听这个名字应该就知道了这是一期投稿视频 嗯中国妆是什么样子的呢 用上粉底吧是没有错的 在给你们上粉底之前你们看看我今天所使用的化妆品 你们将会看到这真的是一个中国风的妆容 特别特别的节约 这个呢是我即将使用的粉底液 我的粉底呢已经快用完了 你们看到吗现在像这么一点点 然后呢这个是粉底刷 这个呢是眉笔Kiko的 这头已经掉了就是那个刷子已经掉了 已经用成这个样子了 是一支眼线笔 小店里买的 我这样晚上要买 真的是一个子丹头的口红 嗯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气垫 但是今天呢我准备用粉底液 因为感觉镜头比较吃光 气垫可能太单薄了 这个是已经全部碎成了粉末的一个粉饼 然后这两款呢是有可能会用到的眼影 因为感觉中国妆应该有 应该需要上一点颜色吧 既然这是一期主题的妆容 所以我要比花日上妆稍微复杂点 具体怎么复杂 还不知道该怎么体现 首先呢我先上粉底液 现在这样子看起来 我的天啊 脸和脖子完全是两个颜色 太尴尬了 用遮盖力是不是挺强的 粉底液相比平常我们使用的气垫 虽然更厚重一点 但是如果选对的去看起来也会没有那么厚重 另外它的遮盖力特别的强 因为我本身呢是脸上有很多冻印的 所以我一直在用粉底液 下一步呢就是要用三粉定妆 这样能让你的妆能更持久一点 而且夏天比较容易出油 这样也能够让它不那么的出油 我使用我的这个 筛碎了的粉底液 然后我这个颜色呢是有点 嗯 不是白的 是有点偏那种 就那种日晒色的 比较健康的小麦色的 现在能看到我这边拍完的 是不是比这边稍微颜色深一点 但是呢它比较的压光 你看这边有点亮 然后这边拍完的就不亮了 我觉得如果面部的妆容很亮的话 就有点像甜冲一样 就没有那种很自然的感觉了 重点呢是对于眼下这个部位 还有面部 还有下巴出油的地方 下一步呢我喜欢先画眉毛 我将使用我这只小牵里头 这头的那个眉刷丢了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顺它 因为是中国风的眉毛 所以我觉得不要有愣角 因为欧美的那种很硬啊 比较有愣角 然后中国风平眉或者是柔的那种 感觉有点粗 拿一张纸 因为我没有那个 眉刷了 所以我就没用这个纸 稍微把它擦掉一点点 是不是有点太僵苦了 这款视频 天哪 有点搭啦 哇两只没画的不一样 我要对这只眉毛进行调整 然后用睫毛膏稍微再眉刷过一下 定一下行 现在要画眼影了 我准备用这一盘颜色 感觉颜色比较薄险一点 但其实还有点害怕 我准备用手涂 使用粉色来放到眼头吧 然后眼尾我想用砖色 我觉得还行吧 稍微戴一下臭鼻板 准备上一下眼线笔 看起来什么效果 我把刚刚用眼线液化的眼线给去掉 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然后准备用这种笔 这是刚好的是眉笔 我觉得这样牙光一点 可能会比较自然一点 眼睛部分眉毛不过泥花好了 虽然错调了点 下面呢就是口红 然后我不准备用口红 因为口红最近买的 颜色都特别的重 太抬气色了 不应该那么明显 所以我准备 还使用眼影盘 就是和这个颜色 像忽然梦然一样的这个粉色 天呐一手代替所有 没有用 这么快换好了呢 好吧 我没想到画得这么快 你们觉得这样 有没有中过风呢 你觉得这样 我心里就是这样 我心里有没有中央 如果你能给一个颜色 我心里有没有中央 你会更不错 我心里有什么 你会更能够走